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我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徐永霸对阵赛尔维亚选手马尔科的比赛徐永霸原名许正观 徐永霸曾获得空轮角75公斤级冠军 徐永霸也是我国的散打名将 赛前徐永霸的战绩为63战52胜 而这个马尔科来头也不简单 马尔科曾获得赛尔维亚K1冠军 赛前马尔科已经取得了19战15胜的战绩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容易想知道 赛前在车中花不会的时候 马尔科就以嚣张的眼神怒势相对 赛前前的裁判介绍王注意事项的时候 马尔科更是重重敲了徐永霸的拳套 这直接激起了徐永霸新闻的斗志很怒火 比赛的时候马尔科先是发起猛攻以赤权试探 接下来马尔科以重拳外加扫梯暴打徐永霸 不过徐永霸也毫不失落 很快以彻彻的环衣颜色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激励 又凶猛的对拼 接下来徐永霸常召马尔科以凶猛的扫踢连续暴踢 不过徐永霸很快以重拳外加扫踢 将马尔科渐渐逼到了维神边缘 而后马尔科很快抓住机会 以连续重拳中击了徐永霸的头部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徐永霸就以连续重拳将马尔科打梦了 而后徐永霸马马上以左勾拳将马尔科击倒 马尔科奋力战了起来 长到裁判强行毒妙 最终续重拳抓住机会 以连续组合拳直接KO对手赢下了比赛 马尔科也被徐永霸打场打梦了 虽然马尔科试图想要凤利战起来 但是无奈仍已经运绝了 最终马尔科在裁判华里结束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愤怒的徐永霸 仅仅只用了65秒的时间 就将对手两次击倒KO了 只能说我国的徐永霸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查尼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